音樂 各位菩薩大家 ани祥福 請翻開我們的課本 如果是喘要的話 是在 我們應該講到 差不多一百三十一 就是第九位 這個是 這個是前大婆王 這個我們已經講到 第四孫的 如果是我們的這個書超 是在 是在卷十二的第九 就是一身宋 天龍八部的這個 那個東方天王 這個前大婆王 我們前面有 就是講到這個是群香神 因為八部宗裡面 為什麼講四王宗 因為八部宗裡面 有東西南北天王 就有一個天王在管轄 整個部宗 我們這個已經在寄宋裡面 我們在 這個我們就是講到 這個 我們還是進入第九 因為大家 我們就是講到每一個 天 每一個來參與 這個 毘魯喆那佛 成佛大殿 都把它學習的 這個 由毘魯喆那佛所教導 給他們這些的 教法 他們 我們領悟出的一個解脫法門 因為這個解脫法門 我們有曾經在上一堂講過 它如同於這個 威莫絕經的路伯爾法門 因為有這個 路伯爾法門 才能夠真正的 進入這個 我們真實 這個大聖的 這個修學道路 所以我們才會 在我們這個 完全就是 一能夠 進入這個解脫法門 就能夠見這個 真實的 我們這邊的 所謂的法界 真如法界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整個就是 還是講那個 我們所說 依這個法門 離 我們所說的 離這個誰的身面 離有 離空 離有物 這我們在 在行文裡面 再加以提出來好了 因為這個是 為什麼它 那麼樣著重 因為我們在 我們在前面 大家請看一下 我們在 在 在 這個 總的部分來講 因為這個是 別 別項 因為我們在總的部分來講 比如說在 我們組合神 加羅羅王 大家請看77月 無量阿修羅王 不可 這個是講到 那個 比如說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加羅羅王 加羅羅王 這個部分來講 比如說 在77月 無量阿修羅王 他介紹非常非常多 阿修羅王 然後 後面是講到 誰的 他總 他整個 就是他的整個 修學的這個 境界 所以 皆以進行 吹服我慢 其實助煩惱 這個是他 總的部分 這個 這比較 屬於 總項來說 他的 修學的一個 境界 那 後面的 這個 別的部分來講 說這些境界 怎麼樣子 呃 由什麼法門 來進入 所以他才會講 這些解脫法門 我們再看一下 回過 我們現在講 還是回到 第九 大致方便 無量門 佛位 群身 普開越 入聖 菩提 真實行 此金剛傳 善觀察 這個是講 第九位 第九位在 長行裡面 指的是 這個 誰的 那個 那個 第九位這部分來講 在 如果是書超是第五月 先鋼術 法常 前踏 婆王 得普之龍 一切術 令見者 歡喜 解脫門 所以是講到 那個 有關於這個法 這個普之龍的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 佛說這個法 如這個 所謂的 如我們 這個 就像我們所說的 雲 下雨的這個部分 雲水 能夠騙之我們這些的 這些水 能夠騙 騙滋潤我們這個 所謂的大地 讓我們法水 能夠騙滋潤我們這個 所謂的眾生 這個 菩提實行 這個 行濟素 無力 行濟素 利的部分來講 是菩提術 整個 整個菩提 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 因為 我們 菩薩修學者 就是我們要成為 大聖的一個修學者 要發菩提性 所以我們要這個 誰的 這個 這個 整個 就是要 菩提實行 就是行濟素利 所以我們菩提是講菩薩行萬行 所以這個行萬行 行萬行 這個 整個 整個 建立 實踐 你就會可以成就這個 我們所說的菩薩的結位 乃至成佛 成佛的大菩提性 所以這樣來講 見者必歡喜 所以不再是 不再會墮入到 所謂的二聖 所以他這個 最主要是講 這個大致方便 無量門 是講到這個 大致是講佛 佛的方便 佛說法的這些方便 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個講佛法開示 他能夠滋潤我們 眾生 這個 那個 後面是佛為全身 普開眼 普開眼 這個講到這個 無量門 無量法門 無量的這個 我們這邊所說的 佛替我們這些 眾生開眼 非常非常多的 我們所說的大聖經典 不是 乃至於身為聖 小聖經典 所以入聖菩提真實行 這樣子 這個講到誰的 次句是講到誰的 這個尖應該把它去掉 道龍普龍 所以入就是能夠進入 聖就是我們講菩提最優勝 最殊勝 整個是邁向這個誰的 大菩提的這種真實菩薩性 所以他自己講到這樣子 讓我們 讓我們這個修學者 越來越多 整個修學這個 成大菩提 這樣子是越來越多 所以講方便 講這個開拳 因為佛 他這個大聖經典 施設的 比如說般若的孔印 還有這個佛性的 這個誰的 真如這個法門 還有施設這個 為世佛學 這些都是屬於 無量 我們所說的無量方便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權 按照有時候講到有的是方便 入菩提行 入菩提行就是講到 由這個般若空進到大聖 這個成就菩提果 或是有為世這個道靈 為世性向的道靈 成就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大菩提行 大菩提果 因為整個都是邁向這個大 成就大菩提 所以種種方便 都是 我們所說的 為了這個佛聖 為了成就佛果的 這個一生 普知的部分來講是方便 方便佛說法 大聖來講 就分為這個 比較講的是 般若空欲 還有佛心欲 還有我們是講的 維世性向的道靈 這都是我們是佛的開示 能夠普遍的支援 我們這些眾生的智慧 身心 所以才會有菩提術 第十個 普現莊嚴 前大婆往得 善入一切佛境界 與眾生安樂解脫門 在我們的寄宋裡面是講 一刹那宗百千節 佛力能獻無所動 等以安樂師群身 此樂莊嚴之解脫 這個是講到 一刹那宗百千節 這個是用這樣子來 書名佛的這個境界 因為佛一刹那都可以展現出 這個長時間的 這樣子的境界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的 只有佛才能辦到 所以它是佛的境界 佛力能獻 就是佛 只有佛的 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 這個神動變化力 不是大菩提力 才能夠這樣子的顯現 我所動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 那個 因為它現之後 它這個是講到 無所動是望見 所以假如是講到那個 整個 整個 講到佛已經成就的 無上正的正覺大菩提志 所以它能夠 不受這些 世間的這些 種種的這種邪見 所以佛整個所獻的就是 它所獻的這些種種境界 本身就是要 說明顯現這些 正法的這個含義 內涵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 這樣顯現能夠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 法的掩飾 法的陰導 所以它能夠讓我們眾生 能夠離開虛妄界 非觸多戒 非觸多戒是觸是講昌觸 因為昌觸是講 我們講比較講的短期間 就講到一刹那 所以它是講到這個 百千戒的部分 因為多戒是講百千戒 所以就於一刹那 非展刹那 所以講到這個 這個一刹那中 不是說百千戒 不是說一刹那 接著一刹那一刹 你展示講一刹那一刹那 接著這樣連續不斷到 這個誰百千戒 它不是這個意思 是佛在一刹那之間 就可以領會出 這個百千戒的這個境界 受是領那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本相如故 本相如故是講到誰的 這個就是講到我們這個 我們在 如果是我們的這個 常常裡面講 一刹我愛的部分 因為本相是真如清淨法界 真如清淨法界 它本身來講 以虛空為譬喻 因為虛空 它是用虛空來譬喻 虛空所展現的 不管我們所說的這個 虛空比如說我們所說 一佛的展現 跟多佛的展現 我們所說的 一多無愛 比如說一刹那 跟多刹那來講 這也是一多無愛 所以完全是講到誰的 清淨法界的這個 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不可思議的這個境界 因為清淨法界 它本身就是 我手動 因為清淨法界 它已經完全 我們所說的 離開所謂的 煩惱遮蓋 它是完全是無垢 完全是沒有夠懶 它完全是 整個黑暗的污垢 全部都捨離掉了 所以它不會受到 世間種種的影響 所以它 因為它 它整個是 完全能夠 就像虛空一樣 用虛空來 來表示 它有整個這個 無相的那種境界 它可以顯現所有的境界 去講 所以它能夠隨應度 就隨著眾生 這個眾生 非常非常用功 精淨 所以佛就會 如應時 應著這個 隨著 我們所說 適當的時期 時機 去度化它 完全是講到 等於安樂 群眾 施眾生 也是 是講佛用 這個所謂的 按照這個 比較屬於佛用 這個神便利 讓這個 我們 能夠 受到 度化 才能夠 歡喜六戒 所以大家能夠 去參考這些 所提出來的法門 去 我們也試著說 去找一個 適合我們的解脫法門 真的 到最後 大家一定要去找 因為你必 比如說 我們現在 比如說 我們現在修學的法門 你經常用的 你也可以用念佛 這個都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專入 就像智者大師 他專入法華軍 像我們的成官法師 他就專入這個法院軍 像我們的三論中 三論之上法師 他就專入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 般若的這個 中論的這個部分 般若空義的部分 所以你要一個 就是這都是解脫法門 因為你要專 專入一個東西 就是才會邪有所轉 然後再通達 那我們再來 那個 再講那次 再講到 那個 因為 東方 東方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講這個誰 南方 南方是第二個 南方是第二個 就是我們天龍八部的 這個八部 是第二部 這是 修凡圖 修凡圖是一種 他是一個鬼神類 他是南方的增長天王 這由他率領 的這個 所謂的 修凡圖宗 那 那個第一個 是講 得滅一切怨害 立解脫門 這個我們真的要學習一下 這個我們真的要學習一下 因為整個 我們成功法師解釋 是講 這個什麼叫一切怨害 因為怨害 因為怨害 所以講到那個禍 因為怨是屬於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怨比較屬於那個稱心手 所以他比較屬於內惑 所以他比較屬於內惑 因為我們的怨是屬於稱心手 所以我們稱怨的那個 按照來講他比較屬於恨 恨心 憤恨那個 那個 隨煩惱的這個 這個小隨的這個 恨 怨恨 內結 因為 我們的這個 恨 最主要的是 憤恨的這個恨 因為 恨是外 因為 憤恨的 憤 比較屬於外 外發 因為看到 他不如意 他不高興 他是非常非常生氣 所以這個 開始拍桌子 開始 這個 他最主要的 比較屬於外 外發性 這個 所謂的 生氣 表出於這個 所謂的 身性 恨的部分來講 比較屬於內結 內結在我們的 心裡 所以為什麼講到內 內惑 所以我們這個恨 比較屬於 按照來講 是比較更深層 比這個憤更深層 因為 內結在我們身心裡面 在我們心裡面 外仇是比較屬於害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講外 對方 加一個傷害 外仇 對於這個 這個 所謂內或外仇 所以這個是 我們要靠的是什麼 按照來講 是比較屬於 我們 我們忍 安忍的破密度 有三個人 這種 最主要是 講到誰的 這個 按照來講 比較屬於這個 應該包含 按照來講 比較包含 兩個 你也可以說兩個 不三個 你也可以說一個 也可以說兩個 第一個 是講到 所謂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 安受人苦的部分 安受驗人 第二個是 講那個所謂的 驗證會人 第三個是 地察法人 這邊比較不屬於 地察法人 因為講 安受怨人 那個部分來講 比較屬於這個 有一些 你過去傷害別人 你會得這個過 所以比較 你就是要去 安心於 這個受人於 這樣子的 他人的 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 他人的 這個誰的 傷害 如果是 驗證會人的部分來講 是講到 那個 就是講到 誰的 對不起 驗證會人 比較屬於 驗君在主 他們對你 對你 就是講到 誰的 回憶你的傷害 你過去的陰 那如果是 安受驗人的部分來講 就是 你忽然 莫名其妙 也不能講說 莫名其妙 就講 有時候我們所說的 不知道其中理由 比如說 我們就很難講 比如說 比如說現在講的意外 你突然就燒出一個意外 這個當然是我們在佛教是有因有緣 但是講到這個 講到這邊 這邊比較屬於這個誰的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原有 然後 比如說 突然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這個 講到誰的 比如說現在的這個誰 肺炎非常非常嚴重 你突然就是 剛好碰到 碰到這個誰的代君者 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 安受慧人 所以你要安住在 冷 冷破密中 來降服自己 所以一切厭害力 這個是講到誰的 你要有這個誰的 學習這個 安忍破密度 一切能斷除這些厭害 第二個 農主就 秋凡圖王 得修學無邊行門 海解脫門 這個 在我們成本法師解釋 他比較著重在修學 修學 因為就是講修學 整個修學 不外事 因為 菩薩的這個修學 不是智力就是利他 我們在大聖章言經論都會講到 整個菩薩的這個修學 整個分類的話 就不外是智力跟利他 所以是講到誰的 修學無邊行門 不外就是含色在智力跟利他 所以這個講到惡力之行 我們要修學什麼 全部編在這個惡力的修學裡面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修學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成就這個去我們的菩提果 所以這個惡力之門就是講門 去果約門 因為你能夠 他本身就是要進入 讓我們去入這個所謂的無上菩提果 所以是講門 所以講無邊行門 所以他整個來講就是把這個 無邊行門 因為無邊行門是什麼 那就是講 總說就是菩薩行 那菩薩行到底是什麼 就是講寒色智力 自我修學降伏煩惱部分 那另外就是他力 就是我們所說的菩薩要發這個 四度眾生的悲樂 這個誰的 來度化眾生這個門 這樣子的菩薩修學 那怎麼叫海 海的部分來講是講 什麼叫一個是無邊行門 一個是無邊海 因為整個是講到誰的 這個深廣難尋 名為無邊海 因為我們這個真正的菩薩 所修學的功課實在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又非常非常的甚 又多又很難 又很難 就很盛真 非常非常難 而且你要真正的 要窮盡他真的是 就是未有到佛果 這個無邊海 這個無邊海最小的是 解釋這個誰的 菩薩的這個行門 那第三個是 莊嚴長修盤圖王得知一切眾生 心所樂解脫門 這個 眾生 心所樂 按照如果 這個講 我們佛 他就指我們 我們眾生到底喜歡什麼 嗜好 興趣 愛樂 所以就講到一切眾生的心 他到底樂什麼 快樂在 執著的地方在哪邊 執迷的地方在哪邊 所以這個講比較屬於我們的 我們所追求的東西 眾生所呈現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愛 貪欲 這個講解脫門 就是往這邊來講 有這個眾生的 這個所謂的貪欲 從這邊所 運氣 佛欲 用這個來 運氣所施設的 這個所謂的法門 所以如硬化福 如硬化福的部分來講就是 就是 對著一切眾生的愛欲 貪愛 整個執著 我們 我們比較執著 我們喜歡的東西 好 這樣取去 我們所畫線 來對字 調補 第四個 是普成就 對不起 第四個是 烙逸行 既凡途亡得普成就 精進大光明所作業解脫門 我們這個 陳觀法師 就 這個講 先分這個誰的 他比較先分這個 因為他 最假的是先解釋這個 什麼叫所作業 因為所作業就是 按照我來講是佛 對話眾生 他要 他用 他用什麼來度話眾生 所以他這個講 叫 三輪化 三輪化是 佛用這個 教界倫 還有修法倫 還有這個神通倫 三輪 按照這個三輪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三輪化眾生 所以這個時候 他 把這個眾生 把它編 又把它分類成 比較不聰明者 然後比較聰明者 那 比較不聰明的 可能要寫一些神通 因為說法說 他聽不懂 所以可能就要寫一些神通 如果比較聰明的 他就直接說法就好了 就講說法論 這是講到這個普成就 這個講到誰的 這個清淨大光明 那什麼叫普成就 就是講到誰的 普成就他這邊比較屬於這個 這個 依照這個世間來說 因為比較屬於片世多節 也比較屬於三世 時間 用時間來說明這個普成就 因為按照來講的是佛 就講到我們 我們眾生對時間的概念 過去現在未來 所以佛都 在這個 這個三世裡面 都一直在 從事著這個 所謂的三輪的 這個化身的 這個所謂的 度化眾生的 這個佛事業 那什麼叫清淨 那什麼叫清淨 是講那個 就像虛空一樣 清淨 那什麼叫光明 聚能著視 這個最早就講那個 佛的這個 佛度化眾生 不管用的是神通 或是用的是說法 或者是 那法有時候會含是教戒 教戒輪 教戒輪 教戒輪是法 所以他都 這個講到是用這樣子的這個 那個 說法輪跟神通輪 這樣子 在度化眾生 在三世裡面 都一直在 都一直在 度化眾生 因為 一直講那個 聚能照視是比較屬於 因為大光明是屬於佛 因為佛如光明一樣 一直普照我們 這些眾生 那清淨的部分來講 比較屬於這個 因為 按照來講 清淨是比較屬於 空的部分 空有 因為 我們佛的部分來講 比較屬於這個 誰的 比較 他比較屬於 這個 用清淨大光明 這部分來講 比較屬於像真爐的這種體性 因為 真爐就像這個誰的這個 虛空一樣 清淨 而且 這個 一直在我們所說 用這個誰的 不管是法光明 還是 用這個神通 來說法 這種神通來說法 都能夠 我們所說的 這個 否在多化眾生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的斬召 所以為什麼又比較著重在 為什麼講這邊 清淨大光明 第五個是可不畏修盤圖王 得開示一切眾生 安穩無畏到解脫門 這個 這個開示一切眾生 這個 應該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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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 他比較著重在什麼叫安穩無畏 因為安穩無畏最主要是 講 這個 因為我們要打到安穩無畏 裂不開涅槃跟菩提 絕對裂不開這兩個 因為 涅槃 我們能夠證得 我們見到位 慢慢就證得自信涅槃 這個時候知道他 本身就是極滅 我們 極滅性 無畏性 所以這個是讓我們慢慢的 這個 安定起來 安穩 讓我們 邁向這個大菩提葉 所以到最後就是 斷這個惡障 煩惱這樣一個手之障 所以我們就不會 這個時候我們當然不會 不會怕說 我們會掉入到三惡道 我們 甚至我們能夠 這個 能夠 保證這些 不會 墮生到三屆 就是講安穩無畏 所以這個安穩無畏 所以講到 離不開菩提跟涅槃 所以這個安穩無畏 所以這個安穩無畏 反過來 相對就是我們世間 霍苦 這個霍是煩惱 我們世間 因為霍是我們的業 我們深口意的行業行 因為這個 在對境界的時候 起這些的貪嗔痴 所以為什麼講惑 因為惑是迷惑 迷惑在這個誰的世間的 這些種種的 所看到的境界 所聽到的境界 這是講惑 然後我們講到苦 是講到 我們這個誰的身為苦 然後我們會碰到種種的苦 這個苦最早的是講那個 深苦 我們講的這個誰的 那個 因為苦最早的是我們正過 一手過 好 就講到世間或苦可畏 讓我們身心不安 我們在課本是在 如果傳要是 那個 我們如果是那個 書抄裡面 是在這個 卷十二的第十月 如果是我們的這個 傳要是在一百三十二月 這個 這個是講 揪盤圖 圖王仲 會講南方天王所拐匣的 這個揪盤圖 這個揪盤圖是講鬼類的一種 所以他 他最講先了解什麼叫做 安文無畏 這個是果 那道是講道 因為修學道 因為苦其滅道 所以 我們知道這個 所謂的有 因為講世聖地裡面 整個是講滅 滅聖地 然後再講這個道聖地 所以有 我們先知道 所以有這個究竟目標可得 才知道 這個究竟目標的這個 陰怎麼樣 必須要靠什麼樣子陰 就是講修學道 所以講無安文無畏道 所以這個安文無畏道 就是要靠我們這個誰的萬 萬行是講菩薩行 是講陰道 就是我們所謂道聖地 好 這樣子 你有修菩薩萬行為陰的話 因為你有做 布施慈見德進行禪定 乃至於這個誰的十個波羅蜜多 你怎麼會害怕自己落入到這個誰的三惡道裡面 所以這個從陰來講 不做壞事的陰就沒有苦爆的意思 苦果 所以講從陰來講 就是講無畏 滅果成 滅果成是講苦 或苦滅 因為陰如果不做壞 惡陰就不會有苦 所以我們這個 佛教都是比較講 陰沒有果才沒有 因滅則果滅 第六個是廟莊園丘盤圖王 得消解一切眾生 愛欲還解脫門 這個比較屬於這個 比較屬於這個滅道 滅聖地跟倒聖地 這個比較屬於這個誰的 這個我們所說的 他比較屬於這個 直接講這個愛欲 比較屬於反而我們所說的極聖地 因為愛欲時期 所以消解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要對峙這個愛 愛欲 講基地的這個部分 因為愛欲漂流 也愛欲海 因為我們的愛欲 我們這些的煩惱 因為我們所有的煩惱 比較整理 偏重在我們對境界的 貪愛 責愛 執著 因為整個 因為比較 這是我們一般眾生的一個傾向 因為我們所有的煩惱 整個總編起來 不外是愛跟賤 愛 因為恨是愛的 因為有恨 他的這個相對 就會跑出恨 所以愛寒色恨 那麼愛跟賤來講 還是比較多在愛 所以為什麼我們所說的 十二因緣裡面偏重在 愛取有 愛取有 那他從受 感受之後 執著感受之後才會有 我們在 課本是在我們的卷十二的第 第十 不是我們解釋在十一 所以他 我們愛玉 因為這個愛心說 貪心說 他本身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強烈 因為他根本煩惱之一 所以他念念神面 所以講到誰的漂流 漂流是漂流 留在我們的生 生死海裡面 所以他講 愛與這些念 念念相續 則是念 就我們所說的 就像 他非常 一念念相續 就像無窮大海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 我們在三界 真的很難 很難出來 深廣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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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樣子可以消結 所以這個指出來就是 智 我們講的智是無露智 智日賀 賀就講到這個 賀是光明的意思 顯賀 我們智日賀 要出來的話 這個講那個 智日賀 則忘結真命 這個是講我們的無露智 跟本智 不是我們所說的 不是我們 如果修學者是講無露智 如果是 我們因為 這個比較屬於 三界的眾生 那我們這個智日 最矮的是講 如果要講眾生 跟相對的部分來講 就是講智日講佛陀 恩怨佛陀 他光明照耀 就講佛陀的智日 像大光明一樣 非常非常的 我們講到這個 就講到這個 非常非常 想 這個 就像大太陽 非常的炎熱 炙熱 這樣子 佛陀靠這個 所謂的說法 所以讓我們這個 所謂的 這個 愛玉的這個希望 慢慢的這個 消解 停止 好 那真名 真名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 我們眾生的這個 真如法界 才能慢慢起來 因為我們 我們如果不 不靠佛的說法 不靠我們的這個 因為有 有說法力 我們才慢慢的 因為佛說我們眾生就有 佛信 所以我們就非常非常的 這個是無價珍寶 所以我們特別特別的珍惜它 所以我們 有這樣子慢慢的 行這個 不思慈戒人路 所以我們慢慢的 所有的念頭 就轉成這個 所謂的正法 正法的念頭 所以這個 在我們顛倒的這個念頭 就越來越少 慢慢的這樣子讓我們所說的這個 真如 法界慢慢起來 這個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那第七個是高峰會修盤圖王 得普現諸趣光明雲解脫門 這個 普現諸趣 按照而講是講 那個諸趣普現生雲 這比較屬於這個 講通 佛的大神通的這個神便利 因為諸趣普現生雲 那有時候我們講佛的變化是 是要通明 要通明就是 要這個光耀 它本身就是明的意思 就是講 這個最小的是講到誰的 這位天王 他最小的是能夠了解 我們的佛陀 他能夠 在哪一區都能夠 好 憲諸 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 一些的這個光明 深光 因為光明比較隨身光 比如說我們是 我們可以在經典裡面看到 佛放光照射到地獄 照射到這個 比較隨照射到地獄 讓他們能夠稍微的 那個 停止他們的這個 地獄的苦 那第八位 永見辟糾盤圖王 得普放光明滅 如山重葬 絕圖門 這位天王 最主要的是 他最主要的是 什麼叫普放光明滅 如山重葬 普放光明 普放光明是講這個 因為 普放光明的這個 什麼 什麼才是叫普光光明 因為這是講佛的這個 所謂的聖光跟智光 因為佛的光明 含色聖光跟智光 用這個 用這個聲光跟智光 來 因為智比較屬於說法力 聲光比較屬於這個 因為他最 因為 我們前面有講到 深光跟智光 因為有兩個 有他們的 不同的特色 這講到這一點 那個前出二障 因為 如山重葬 如山重葬就是我們的 所知上 跟煩惱上 就像 山一樣 非常非常的 我們所說的高 高大 因為山重重的高疊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是煩惱 所知是重葬 繁重 又講深重的這個 因為講葬就是障礙 障礙什麼障礙 障礙我們 補提跟涅槃 那第九個是 那第九個是 烏邊敬華眼 秋凡圖王德 開示不退 轉大悲障解脫門 這個是講 這個是講 他比較著重在大悲的部分 多結修悲 多結修悲 救進滅苦 為不退轉 多結修悲 那個 因為悲 所以我們這個大悲 最曉得佛的大悲 最曉得四把眾生的苦 所以講這個 他主要有這個四願 大悲的願慮 所以就講到誰的 因為佛如果 無邊的在度化我們眾生 所以他希望我們能夠 在金剛經理裡面有講到 如果眾生不入烏衣涅槃 他們 勢不滅渡 所以這講到誰的 那個究竟 滅苦為不退轉 也是大悲的願慮 深深深無窮性的 這個悲願慮 來救助眾生 幫助眾生 滅這個無邊的這個 三界流轉的這個苦 這不對轉是佛 因為不對轉有四個 就是講那個煩惱不退 佛位的不退 那講到悲多方便 為什麼講到誰的這個 那個 長的意思 因為長有所長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這個如來杖 如來杖它裡面 本身來講是講到誰的 眾生本有佛性 眾生本身來講 有本身長的佛的無量 無量功德的這個誰的 沒有顯現的這個種子 無肉種 所以就是講長 這樣悲多方便故視為長 因為講方便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因為方便最講的是 佛有這個方便 這個方便比較屬於這個誰的智慧 因為講 我們佛的方便 佛很多的 比如說是 實力事無所謂 事社 這些都是它的方便 這都是無肉種種種的 到佛果的時候慢慢會顯現 是講方便故事名為常 因為它比較屬於 佛所蘊含的無量的功德 不是講智慧功德 為安眾生所以開示 所以講開示不退轉 大悲張解脫門 就講這位 他領的這個誰的 領悟到這個誰的佛 為了要對話 我們所說的這個 安這個講到誰的 安住眾生 所以他開示了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誰的 他 這講到誰的這個 法門 那第十個是 廣大面 秋凡圖王得普現諸去流轉神解脫門 這位普現諸去流轉神 這也是 如果按照這個成觀法師的解釋 稱信神通無來去而流轉 這個普現諸去流轉神 他最假的就是稱信神通 這個還是要講到那個變化神 他本身來講 視線這個誰的神 朱去流轉 比如說那個 因為朱去流轉還是不壞 是我們六道眾生 所以佛用了這個他的神通的變化力 所以為什麼比較隨我們所說的變化神 他為了這個地獄眾生 獻什麼神 他為了我們人道獻什麼神 為了這個誰的 我們所說的這個鬼道眾生 獻什麼神 所以講稱信神通無來去 而流轉 因為最假的是講那個普現 因為他所現的變化神 實際上是沒有來 因為你說他有來 因為他馬上 因為講他不正正的食神 所以講無來 你說他真正的去 這個變化神 如果說他消滅了 這個去 這個講到這一點 無來去就是他 就遮止他實在的來 因為他有這個誰的 因為來就講的是 是我們所度化的眾生所謂來 他只要這個眾生度化之後 因為講到這個來 因為有去有緣度化這個眾生 運緣度化完了 運緣已經沒有了 度化的功課 工作已經完了 結束了 所以他就講消失了 你說他有去嗎 就講無來無去 整個化身 整個就是 不是真正的實 因為我們眾生的來去去講 我們眾生是因為 我們有因有緣過去造作的三界的 這個誰的惡因 所以我們來三界 去的部分來講是 我們離開這個 又是講來去 那流轉的部分來講 因為講到那個 因為他最流轉最曉得的是 就是佛 我們在講佛的變化身 最早的是 印度的六道的身相 六道是什麼身 比如說他化了我們人 所以他化了我們的人身 人的眾生 所以他也變化我們這些 这些众生就好像我们人间的同类 所以这好像他也是如同于流转 流转生 那后面完全是讲祭颂 祭颂第一个是成就能力 是导师 唯物修行无量节 永离世间脚慢祸 事故其身最严禁 是讲得灭却厌历解脱门 我们长行介绍的比较简单 那他的寄送里面就做一个补充 他寄送里面讲那个成就能力是导师 因为这个讲不已经完全成就这个人路波尔密多 所以通贤明佛一灭愿 愿之大者 那愿之大者就是讲到谁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愿 是来自于脚跟慢 因为我们讲到谁的 我们会因为愿最重要的讲恨 恨心所 恨内洁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这个是非常要深厚 结怨在我们的心里 因为怨气难消 这个讲愿 这个愿来自哪边 这边比较随意的脚跟慢 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脚跟慢 因为它是 它是我们世间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这个 脚心所跟慢心所 有之则悲 有之则悲露 灭之则庄严 有是讲有脚慢 产生的这个愿 悲露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我们怨气在我们 决怨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这个有决怨就有烦恼 有烦恼就开始 这个我们的身心就不庄严 所以为什么讲悲露 所以为什么讲悲露 越来越非常的不庄严 所以为什么是讲灭者庄严 我们把这个愿清净 把这个脚跟慢清净 慢慢我们心庄严 然后心也相对的也会慢慢的显现庄严 所以大家去 再回去看一下这个 那个 因为脚慢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一个很大的烦恼心索 那二三句我们念一下好了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好 各位菩萨大家好 这个最早的 为什么要愿之 大乘末月脚慢 大家微笑一下好了 大家分开 我们如果是书操的话 在这个知俗天那边 在卷十一的这个知俗天的第七十三月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 如果是我们的传要 是在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七月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慢跟教 因为慢最早的是 共搞我慢 这个慢心索最早的是 他让我们的正法不入 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他慢 我慢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这个我慢 所以至世灵塔 至世灵塔 好 这个是讲那个 根本 脚慢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放育 这边比较 因为放育比较 比较不属于这个结怨的部分 慢最早的是会 因为至高我慢 所以他会有这个我慢心 和这个强盛 按照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有我慢 所以我们 因为有慢就不可能是恭敬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 和善知识再怎么说法 他进不去 所以为什么是讲到谁的 会有这个谁的这个 好 为什么自己有这个悦 这比较属于灵塔的部分 这比较属于灵塔的部分 因为认为自己很 很好 我曾经讲过这个 脚 慢跟脚 好的差异一个是讲到 慢是我们一手国宝的部分 就是我们过去所得的这个果 所以 是比较随 这个讲 一手国宝的部分 那慢的部分 脚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经过工作 努力所得的成果 所以脚为难乏所依 因为脚比较沉溺在自己的成就上 所以他脚 所以他脚 所以这个脚就是 这个 因为他完全是沾沉在自己的 过去的这个 美好 就是脚 这脚能够常人生世 执着过去的美好 所以是讲到这个脚 因为慢比较有 灵他比较感受的出来 会有这个愿 如果是讲到脚 因为完全是自己认为 过去所做的这个丰功伟业 非常非常的沉迷在这边 所以这也是讲很多的这个政界也没办法进去 这个是大家可以讲到这个脚跟慢 然后加上防疫 讲这个常人生世的这个根本 比较着重在这三个 那第二个 佛习普修诸行海 教化十方无量众 种种方便利群生 使解脱门隆主德 在场上里面被讲的是 修习无边行门海解脱门 所以既然修习的部分来讲是 所以讲到第一个是佛 他过去修学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的方便 这个菩萨行门 那用这样子来教化我们这些众生 所以讲修学无边行海解脱门 那所以讲这个 所以讲这个 这个 普修诸行海这个部分来讲就是 讲这个种种方便利群生 第三个是佛义大致旧 有种神末不明了知其心 种种自在而调伏 原常见词升官行 这对应这两个长汉跟寄宋互相来看 为长汉里面刚才讲的得知一些众生心所乐解脱门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的那个 目不明了知其心 这个心是讲我们 这个讲到得知一切众生心 心所乐 这个讲到 另外是讲到得知一切 这一角是佛为什么可以得知一切是大致 为了他要救度众生 所以他要观察众生的 这个谁的 这个 我们所说的嗜好 喜乐 还有贪爱 贪欲 种种自在是佛的这个大致的这个 这个方便的这个部分 看一 就讲到种种自在而调伏 调伏就是知取所喜欢的东西 所贪执着的东西 再加以谁的施舍种种方便来对知 那第四个是神通映现如光影 法伦真实同虚空 如是处事无央解 此烙意王之所正 这个 所以我们这场上里面 为什么讲到谁的 因为就是讲到谁的所作业解脱门 为什么他把这个普陈就把他讲这个 把他解释这个 如是处事无央解 因为最小的讲针对普陈就 因为普陈就是讲到最小的 昌悍把他解释成这个谁的 这个三世 十戒 多戒 那多戒不外是我们众生的 过去现在未来 无量的过去 现在无量的未来 也讲无央解 至于他是 但是 我们第四个是讲到谁的 普陈就清静 大光明所作业 那所作业 按照常常讲是三轮 的度化众生 所以他比较 第一个是讲神通论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谁的 对于 这个 顿事者 就是讲 遇到这个谁的比较不聪明的众生 都是用神通论 因为神通比较 对于 我们所说的 佛 佛 现神通 我们众生也满喜欢神通的境界 对于 这个讲如光影 如光影最想要讲到谁的 因为为什么讲清静的意思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那个 我们所有的解脱门不外是 就是 我们刚才讲不二 一定会有带出不二的 这种 这样子的意识 因为如光影最假的 佛虽然是献这个神通的 神通论来教化我们这些众生 可是他又讲这个神通里面 你要知道他本身就是 就像我们所说的非有 幻化一样非有 众生不能一直制作 一直想要这个神通 所以他一讲 也讲非有 法轮真实同虚空 就讲说法 说法轮 真正佛为什么要现神通 就讲到最后还是要说法 给大家能够明白真实的道理 一讲法轮真实同虚空 这样子佛都是用散轮 在无量的过去 现在未来 一直在进行这样子的 我们所说的所作业 所作所谓的佛的事发众生业 所谓的事业 所以这至于我们所说 为什么我们长行的成观法师 为什么会这样介绍 是有原因的 不是乱解释的 第五个是讲众生痴意长门祸 所以这可不畏 所以这可不畏就是讲到世间的这个谁的 是祸苦 让我们众生身心不畏 所以讲众生痴意 其实众生无名的意思 意就是讲遮盖 所以因为我们众生的无名太多了 无名的够难太严重了 所以长门祸 所以门就讲我们所说的 按照也讲的 就是因为有无名才会带来烦恼 或者是讲烦恼 佛光照现安稳道 那佛光照现安稳道是讲到谁的 开 那个开示的意思 的开示一切 所以讲到这个 这个佛光照现安稳道 因为得开示一切众生安稳 无畏道 这样来做什么 就是要救护我们这些众生 让我们众生能够礼不安稳的祸苦 这是可畏 这个天王的名号 所以他这 那第六句 数句 数句按照来讲 是对应的这个 前面长就可以了解 那第六句是 玉海飘轮 具重苦 至光普照灭所已无余 具处苦以未说法 此妙庄严之首悟 那我们看这个 成功法师解释 出去是玉海 出去最主要是讲玉海飘流 这对于我们常常是一样的 因为讲消解一切众生 就是先讲众生的爱玉海 因为爱玉海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 因为讲像生死海一样 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 我们所说的 出来 是玉海飘轮 我们都 就是讲我们众生 在生死海里面 有些是飘上来 飘上来的部分来讲 如水草一样浮在水面 这个最主要是讲我们人天 人天道 有些是沉溺在海水里面 是讲三二道 就是讲飘 人是沉沦 飘比较讲水面 人是水下 这个讲三界的众生的生死苦 那智光 那智光 第六个 这个讲那个普现 出去光明月 这个光明是讲智光 那我们这个 对不起 第六个是讲 第六个最早讲那个 对不起讲 妙庄严得消解一切 众是爱遇害 他的场上里面 比较讲的是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 有烦恼激祸那边 这个 既送里面 就比较着重在 除了有讲到这个 那个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那个爱遇害 后面是着重在 智光普照 所以 所以为什么讲 智光普照 为什么我们 常常里面的是讲 智日赫照 所以智日赫照 比较属于我们的佛 佛的大致的光芒 普照我们 灭无语 记住苦语 然后再为他说法 所以讲 欲为苦本 所以叫 俱重重苦 那这二句 最假的是 讲智光普照 灭无语 然后讲 记住苦 以为说法 这两句 最假的是讲 消解的意思 因为由智光 佛的这个 我们说法 因为智光最假的讲佛的说法 这个 由这样来消解我们众生的 我们众生所产生的烦恼 欲恶 痣 欲就是我们的贪欲 由贪欲所带来的这个恶行 会慢慢地 会慢慢地 越来越 我们所说的 除灭 这个时候 佛开始替他说这个善法 所以具意二指 当说善行 那第七个是佛生 真 朴硬无不见 种种方便化群生 因如雷震余法语 如是法门高会入 这个是 第七个是高峰 高峰会 所以他把简单是讲高会 他普献诸去光明云 所以第七个 在我们常常里面 比较讲的 我们由这边来解释好了 因为讲那个普献生云 佛生普应 这讲是佛生的 这个 因为佛生普应 而无不见 所以就比较注重 普献这个生 次具是讲种种方便化群生 那后面是讲这个 丁光 所为种种 那后面是讲那个 明雷雨 因如雷震余法语 因如雷震余法语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雷雨的部分 因为它最想要用这个云 来像做一个 那个 批语 因为我们这讲到那个 佛生就像云一样 所现身的这个云 因为佛所现的这个身 不管是身光 所以它就像云一样 非常非常的大 云 云在 天上的云 比如说我们讲黑云 这个时候它 因为云 云到最后 就是讲黑云 然后它慢慢的 云云 然后开始就 我们所说的有雷 有震雷 所以讲这个电光 所以为什么讲 这个有这个雷震 有闪电 这个为什么讲电光 因为有这样之后 开始就下雨 所以讲雷 雷有恶意 所以讲雷有恶意 所以讲雷有恶意 第一个是端眼正 雷有恶意 第一个最佳的是讲 电光灯 雷可以施准 在我们书抄里面第12页 远症的 这个端把它去掉 所以我认识有点怪怪的 很抱歉 我的电脑真的有点问题 是讲远症 因为我们看到雷 我们是打雷的时候 是从很远很远 是发生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讲远症 那是讲发生 因为雷震之后 这个时候它开始就散电 开始散电之后 开始就是 我们所说散电之后 开始就下雨 所以会有声音 还有会下雨的意识 所以只讲在发生的部分来讲 是讲让我们的 一些很多的虫发动 让我们所谓的草木花芽 原因之神之雷可以施准 所以它用我们的雷 去做一个批语 因为打雷之后 让我们 因为它雷马上会有声音 马上会有光 所以这个光会让我们的一些虫 开始有 因为它开始要远离这个下雨 下雨之后 让我们的草木慢慢的滋润 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讲雷 至少还是从云开始 云开始 有这个声音之后 开始有雷 还有震 还有玉 所以玉是讲法语 所以最后我们众生都大了 所有的众生 万物全部得滋润 所以就是讲到那个 从星云开始 慢慢的带出这个 闪电的光 还有声音 还有雨 慢慢带出 这都是讲到这个 这个声如雷 雷震雨 与华语 这叫种种 种种方便法群圣 在我们场上里面 比较没有这么样清楚解释 那第八个 是清净光明无不堂卷 不堂发 若玉必令消种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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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佛功德无有边 永必能名此生理 我们还是问喜一下我们长行里面 会讲 那个第八个 若放光明灭如三重照 所以他这比较着重在 光明 是讲清净光明 不堂发 不堂发的部分来讲是讲到 因为清净光明是讲到 按照来讲是讲生至光明 因为佛的生至光明 他最主要是应众生 应去众生 为什么讲不堂发 所以为了要讲这个不堂发 讲若玉 遇到我们这些可化众生 所以他 会 能够使我们这些众生 修学者 能够 得法 得法意 对峙我们的烦恼 慢慢就消除我们这些恶重障 就恶重障 远佛宫的吾有边 远佛宫的吾有边 这边 这还是要讲到 放在这个生 生至光明 因为生至光明是讲到 那个说法的部分 佛收法最主要的 最主要也是讲开示 佛的功德 这为什么要讲到佛的功德 因为到最后你要完全 完全对峙这个恶重障 一定要到佛 也没有佛位的话 这个恶重障绝对没有办法全部对峙 那我们讲第九 颂 惟欲安乐住众生 休息大悲无量节 种种方便除重苦 如是敬华之所见 这是讲无边敬华言 开始不退转大悲障 血脑门 我们看一下 他们有解释 所以假如看剧颂里面 会讲 因为他主重在大悲 不退转大悲 第一个是讲大悲 我们惟欲安乐住众生 所以讲到 因为大悲最主要的是 让众生离苦 离苦最主要的是让我们众生 讲这个讲到 因为能离苦最主要的是 也是一种安乐 让我们众生能够安乐 不受这些苦 是讲休息大悲无量节 种种方便除重苦 这个最主要的是讲悲多方便 因为我们的悲 因为 按照来讲 这个 因为 我们这个菩萨的度化众生 慈悲跟大菩提 因为智是讲大菩提 悲是讲他的这个悲心 因为绝对不能离开这两个 那这两个 我们这两个大致跟大悲 按照我讲 因为种种方便 按照我来讲是 这边比较着重在 脏的部分 我们讲寒肠的意思 因为大悲心 因为休息大悲无量节 会有这个果 所以我们这种种方便 有些是 因为大悲心流露 大悲心 因为讲那个 因为他比较着重在 悲所流出来的方便 悲心所流露的方便 因为智比较着重在 智修的部分 我们大菩提 智比较着重在 智力的部分 这个大悲比较着重在 立他的部分 那立他的部分来讲 就比较 因为你立他一定要很多方便 很多技巧 善巧方便 所以从这边来讲 有色域 编入在这个 所谓的大悲这个范围里面 因为有些讲 智修比较 智力比较重在 菩提的部分 大悲叫化他 那第十个是 神通自在 不思义 其身 普现片十方 而与一切无来去 此广面亡心所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称性神通 无来去而流转 因为称性神通 最讲的是讲 如果称性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讲 按照这个讲的神通自在 无来去 因为神通自在 不思义 其身普现片十方 其身普现片十方 是佛因着所有的众生 碰到有这个化度的因缘 他就现 所以这样的现 按照实际上来讲 是我们的变化身 他的视线 所以他不是实质的 像众生一样 所以他讲到这个如化一样 所以来讲是 不来不去 我们讲如来如去 这样子来了解他是 神通的化现 很难让我们众生失忆 让我们知道这个谁的 这些天龙八部 他们所领悟这个 皮鲁尘那佛给他们的这个 这个叫法 他们领悟出他们 所有使用这个谁的解脱法门 那我们再进入龙王 龙王 这个龙王 就是我们天龙八部的这个龙王 第一个是得消灭 一切诸龙去治热苦解脱门 这个是讲龙王 那个 这个 按照来讲 这个 譬如 伯差龙王 这位是讲西方天王 我们 我们这个 大家翻开我们的这个 书抄里面的十五页 他有讲我们的猪龙有事热门 这边看了会比较清楚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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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初一是讲那个西方天王 这个 他比較著重在解脫法門 解脫法門最主要是離 他本身這容去的苦 容去到底有什麼苦 我們在紀宋那邊才講 那第二位最主要是講誰的 一念終轉至容行 視線無量眾生生解脫悶 這是在紀宋裡面在講 第三個 雷因常榮王得以一切諸有趣中 亦清淨因說 佛無編名號還解脫門 這個我們看一下陳冠法師的解釋 他是講諸趣 一切諸有趣最主要是畫 我們佛畫畫度的地方 出所 靜音是畫句 以清淨因是講畫句就是講到方法 用什麼方法去畫度 我們這些 按照來講是六趣 佛無編名號 佛名部分來講是講畫的方法 因為清淨因是講他所畫出的聲音 這個聲音表達的是什麼樣內容 是佛的 佛非常非常多的佛的名號 比如說我們宋念的三千佛 最帥三千佛還有誰的送萬佛 我們每一個春學 我們每一個春學都要拜這個三千佛 不是萬佛 神通是畫本 為什麼是畫本 因為一切諸有趣 得以一切諸有趣 因為我們 我們這個 按照講為什麼這個講神通 神通最假如是著重在 他會到我們六道眾生 因為有趣最假如是 我們按照比較屬於六道眾生 六道眾生比較 我們佛都是用著變化聲 變化聲比較屬於神通 因為講變化聲 就講畫本 那 那另外是講那個 諸有趣 因为众生是化妓 因为诸有趣最早的三界 我们还是讲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真正的 因为六道是讲假名案例 实际上是我们这些有情众生 所以众生是化妓 是佛所化的对象 随乐是化妓 因为佛度化 最早是看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的兴趣 我们的爱好 还有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执手的地方 我们喜欢的东西 贪爱 就是化妓 这是讲佛的度化 离不开这些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龙到底有什么样苦 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龙有四热脑 自然苦 这个四热脑是蛮严重的一个苦 自然就像火焰一样烧灼 非常非常的苦的意思 所以这个对龙来讲是一种很严重的苦 所以金病有志 按照来讲佛在佛的方便里面都可以有所对质 那什么样苦 第一个龙会被金字鸟所使 因为他最怕的就是金字鸟 因为他会吃肉 怎么样对质他 这个要观佛法 要归于佛 佛法身 要归 就是讲这个我们所想的佛的子民 归到我们佛的这个佛的团体里面 保护着 这真的善归 还有第二个是讲到谁的行育时 富本身苦 就讲是因为龙会变化 所以有时候龙在变化 龙他虽然有时候会变化人身 可是他的贪出来的时候 他又会陷龙身 所以为什么我们受戒 我们受戒有规定 龙不能有 龙变不能让他受戒 那个有规定 因为龙真的会变化人身 所以他会陷 尤其他是讲到他的夜晚的时候 会恢复龙身 第三个是讲脸颊细虫 他的身体会很多的虫在咬他吃他 我们先讲他的苦好了 第四个是热杀着生苦 为龙流不开海 所以他在讲那个什么 讲热杀 我们先报告到这边 至于怎么样来对峙 我们下 我们过年后再来说 所以龙是有那么的 这个苦对他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深受 很严重 今天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不是阿弥陀佛